画面中的狗狗正对着主人的遗像 伤心哭泣不能自已 狗狗是忠诚的化身 对它们来说 主人的离去是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楚 画面中这只狗狗的主人 是一位年迈的老婆婆 它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 然而生离死别却无法避免 最终年迈的老婆婆不敌岁月 去往了另外一个世界 而狗狗在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 情绪几乎崩溃 狗狗可能不懂去世是什么意思 但一直对它好的主人突然消失了 机敏的它很快就明白这是永别 在葬礼上看到老婆婆的遗像后 狗狗完全控制不住心底的悲伤 它蹲坐在地毯上开始乌烟 眼泪不停地顺着眼角滑落 呼吸也变得更加急促起来 它这副悲痛欲绝的模样 令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心如刀割 亲属们蹲下身轻轻地抚摸着狗狗的下巴 想要安抚它的情绪 接着又拿出纸巾 帮狗狗抚去了眼角的泪痕 亲属们也只能用这种方式 安慰着唾弃的狗狗 帮它减轻心底的痛楚 虽然老婆婆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狗狗身边还有着很多深爱着它的家人 相信未来的生活里 狗狗一定会在大家的鼓励下 重新振作起来开始新的生活 尽管动物们不会说话 但这并不代表着它们没有任何感情 每一次的生离死别 动物们都会用尽一生去释怀 劳伦斯·安东尼 是一位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 从小热爱野生动物的劳伦斯 倾家荡产买下了一块山地 建立了动物保护园区 救治那些需要帮助的野生动物 他和妻子幸福地生活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动物世界 每天推开门 就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和谐与美好 在劳伦斯的努力下 这片园区已经接纳了许多野兽 而劳伦斯也逐渐摸索出了一套 与这些猛兽相处的法则 就连犀牛这种霸主般的动物 在它面前也变得温顺和善起来 某天 劳伦斯接到一个电话 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 森林公园的大象群遭到了偷猎者的袭击 七头大象失去了强壮的首领后 变得非常狂躁易怒 因此 工作人员想将他们送到劳伦斯的保护园区 当劳伦斯赶到现场后发现 象群的状况远比想象中的糟糕 周围的工作人员也都端着武器 时刻警惕着大象们暴走 为了安抚大象的情绪 劳伦斯独自冒着生命危险 走进了象群的新首领娜娜身边 用肢体动作表示着自己的友好 察觉到劳伦斯的善意后 娜娜渐渐平复了心情 在她的影响下 象群也重新变得温顺起来 然而 来到劳伦斯的保护园区之后 大象们却无法放下心底的防备 七头大象合力推倒了园区的防护网 逃到了隐秘的森林中 劳伦斯和妻子费尽千辛万苦 才将大象们一一带了回来 为了获取象群的信任 劳伦斯直接住在了他们身边 与象群首领娜娜朝夕相处 她每天都会对着娜娜 讲述自己的冒险故事 还会唱歌给大象们听 就这样 她成功地赢得了整个象群的尊敬 他们在这里不断繁衍壮大 这片园区也渐渐地变得拥挤起来 园区的物资已经不足以支撑象群继续生活下去 于是他们与劳伦斯道别后 离开园区去往附近的森林 在那里开启了新的生活 而劳伦斯也经常会抽出时间去探望象群 他们俨然成为了亲密的家人 几十年的时光眨眼即逝 劳伦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 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她最终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象群 竟然隐隐觉察到了劳伦斯离去 二十一头大象马不停蹄地走出森林 赶往劳伦斯的小木屋 历经十二小时的奔波之后 他们终于来到劳伦斯身边 站在屋外开始发出沉重的哀鸣 借此来缅怀这位拯救他们的英雄 守候了两天两夜之后 象群才缓缓离去回到了森林中 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每当劳伦斯的忌日到来 象群一定会准时出现在屋外 集体向劳伦斯表达建议 动物们也有着细腻的情感 它们也会因为好友的离别而痛哭流涕 这种诚挚的友谊值得我们敬佩 希望人类与动物们能够和谐相处 共同营造美好的家园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